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做意外未婚夫 故事一开始,爷爷在去世前留下遗嘱 只要孙子大壮能在30岁的下午6点前结婚 就可以继承他的10亿美元的遗产 老爷子临走之前也是为孙子的婚事操碎了心 要求大壮结婚后必须天天同房5年生娃 本来是挺高兴的事儿 但大壮突然反应过来,自己明天就30岁 想到这里,他赶紧去买了戒指向女友舒芬求婚 舒芬没反应过来,头两天两人还因为大壮的恐婚闹不合 今天大壮的态度突然变得急切起来 他质问大壮是否受得了婚姻的束缚 这大壮也想自己结婚之后就跟野马拴住了缰绳一样 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而舒芬也看出了他的犹豫 伤心的坐上了去外国的只剩飞机 无奈之下大壮只能想要不这11财产就算了 但爷爷公司的元老表明 如果他不继承遗产,公司就会被收购 从而导致上千人失业 大壮这点社会责任心还是有的 为此他专门从自己100多个前女友中筛选出来结婚 很快其中一个前女友为了分到巨额遗产 他答应了大壮的条件 在举行婚礼的时候 前女友嘴里一直在念叨着钱钱钱 并提出结完婚就要分居 大壮很无奈的说 遗嘱上说明了不能分居 并且要5年报娃 前女友听完后抽了一大口言说 算了,这婚不能结 眼看就要到6点了 朋友让大壮先和审妇去教堂平复心情 自己负责去找一个合适的新娘 大壮和神父范州胡上 神父告诉大壮 结婚是一生中最美妙的事情 听着神父的话 大壮脑补出了自己和淑芬一起共度余生的画面 但淑芬现在恐怕已经在国外了 神父让大壮在教堂先睡一觉 没准睡醒之后 事情就自然而然解决了 结果大壮刚睡醒 就看到了教堂外面占了成千上万个新娘 原来朋友用十一遗产刊登报纸寻找新娘 这么多新娘都是奔着钱来的 长相平平的大壮惊呆了 相貌平平从来不被异性正眼看待的 他哪受过这待遇 眼看这些新娘们就要为了大壮打起来 朋友只能站出来声称 其实大壮就是个穷光蛋 刚刚的报纸只是一个恶作剧 大壮很愤怒刚要对朋友发火 却被意外告知原来淑芬根本没有离开 只是因为大壮突然求婚 他心里不安躲起来了而已 这使得大壮才明白 他心中一直以来只想和淑芬一个人共度余生 但此时的淑芬也看到了报纸上招募新娘的新闻 伤见之下他准备成火车离开 好在大壮及时赶到寝身款款的对淑芬表白 好不容易等淑芬答应了结婚 结果上万个姑娘全部都穿上了婚纱 为了十亿遗产 他们开始疯抢大壮 追着要嫁给他 最终淑芬和大壮站在人山人海的新娘面前 互相向对方表白 姑娘们也被两人的感情大动 纷纷鼓掌祝贺两人的婚姻 婚前恐惧仿佛是现在很多人的心态 可婚姻究竟是不是坟墓 可能只有跳进去的人才能够真正体会